朝阳陵园借助地理气候优势 专注黄瓜种植近30年 成为日光温室黄瓜生产第一线 陵园是宋丈子镇20里铺村的张国明 种植黄瓜快20年了 别看它只有一个棚 但一年的收入就有10万元 果肉是紧实的 芯是绿色的 所以它口感就好 甜 口感特别好 在冬季的时候雨雪特别少 所以光照时数特别长 那么黄瓜的积累的干物质积累就多 口感也特别好 特别是我们陵园的黄瓜 霸短蜜刺 而且瓜条还直 口感脆爽香甜 目前当地设施黄瓜占地面积 发展到了17.7万亩 成为名副其实的 中国日光温室黄瓜生产第一线 品牌打响后 陵园成立了蔬菜局 专程指导黄瓜生产 制定完善了鸡杆反应堆 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先进技术集成 实行全程标准化生产 形成了市乡村组户 五级的科技示范体系 强化了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2019年 我们成为了全国首批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基地线 目前 陵园市建成八大蔬菜批发市场 年产68万吨黄瓜 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本台报道 本台报道 都准备来自掩发的